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再让茗玉其他势力发现的话 可能过不了多久 光辉之城就不存在了 确实 他们可不会坐下来好好和你们交涉 谁 有人 身为传奇竞技的强者 丝毫没感觉到什么 好冷 是个高尚 阁下是什么人 又为什么跟踪我们 燕莫爷爷 你居然在这里 爷爷 你是谁 怎么会知道我的名字 我叫内里 是您的孙女婿 什么 这件事情 等我们回光辉之城再说吧 大家不用紧张 都是自己人 是这样啊 还好是自己人 完全没有想到 竟会在这里遇到 叶末大人 叶末大人的修为 已经达到了非常强盛的程度 身上还有两股 无法辨认的气息 已经接近刺神起了 难怪海岸宫会 迟迟没有进攻光辉之城 那妖主的实力 未必会比叶末爷爷强多少 虽然对此人身份有可疑 但至少可以确定 他应该是来自光辉之城 不然也不可能知道 我还有个孙女 只是年纪轻轻 已是黄金势力 我怎么从未而闻 还有跟着他的这三个人 都是传奇强者 这三个人 都是御印世家的高手 是来保护我的 御印世家 相对来说算是正派 可是毕竟是黑石城 排名前三的世家 居然和一个小孩子 达成了合作 三位 刚才多有得罪 大人是聂黎公子的长辈 那就不必这般客气了 叶末爷爷 吴鬼世家 要派人对付光辉之城 我们得立即回原 果然 叶涵这个叛徒 居然将光辉之城的消息 透露给了吴鬼世家 如果事先知道 叶涵有背叛之心 我早就在他踏入名誉之前 亲手将他寄杀了 叶末爷爷在名誉世界多久了 我早在五年前 就发现了名誉的存在 以叶末爷爷的能力 想必在这五年时间里 在名誉一定已经有了一些布置 在光辉之城 叶末大人是所有人心中的精神之珠 从我刚刚懂事的时候开始 就听说了他 我从小就听闻您的各种事迹 平民出身 凭着自身的天赋和领悟 一路崛起走上巅峰 最后迎娶了城主的女儿 就任新城主 成为光辉之城最耀眼的存在 绝对算得上是一个传奇人物 灭离小子 你是哪个世家的